我们这里,豆腐皮也称豆皮就按张卖的,一张豆腐皮一块钱,两张一块五,三张两块。 豆腐皮在夏天的销量最好,人们去逛菜市场,都会烧两三张回去,切切绊绊就是一盘物美价廉的好菜,或是跟尖叫大蒜一起炒,无肉也香,我们吃的豆腐皮是压制而成的,跟豆腐干类似,但是它比较薄,豆腐皮切成丝就成了豆腐丝,但豆腐皮没有盐。 市场上的豆腐丝,有的有盐有的没有,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地人在卖的油豆皮,特别薄,但它的销量明显不如豆腐皮,饮食习惯问题,傍晚天气稍稍凉快了下来,牵着小女的手去逛菜市场,准备第二天的蔬菜,买了鸡胸准备做鸡丝凉面,又买了隔壁摊位的豆腐皮,我总是买两块钱的。 这样划算,份量又刚刚好,摊主急着收摊,又是老顾客了,就给了四张,比平时多给一张。 谢过之后,慢慢悠悠的,与小家伙亲手回家,一路上又买点这买点那,买菜用的翻布包塞的满满当当。 按照惯例,回到家先洗水果给孩子吃,然后我就去把豆腐皮给卤上,把豆腐皮卷卷绑住和香料一起下锅,就不用管了,或者再煮几个鸡蛋一起卤来吃。 啥是省事儿,味道也棒,夏天就得这么吃,不用怕流加倍,谁下厨谁知道。 夏天的厨房就是一个免费的桑拿房,豆腐皮的卤法分享给大家,学着做起来,卤豆皮,材料,豆腐皮四张,鸡蛋五个,干,辣椒两个,八角两个,花椒一小把,桂皮一块,香叶三片,姜一块,老抽二汤匙,冰糖适量,盐适量,具体制作步骤。 一,这是我所说的豆腐皮,我这里用了四张,大家可以根据家庭人口的情况适量增减。 二,取其中一张豆腐皮,对折,如图所示。 三,接着把豆腐皮如图卷起来,要卷得紧一些,然后用棉线把它捆绑好。 四,捆绑好的豆腐皮就是这个样子的,看到它们,我就对五花大绑这个成语,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 五,还可以把豆腐皮一切挤绊,打个结,做成豆皮结,牛肉版面里就有这样的卤豆皮,一块钱两个。 六,绑好的豆腐皮与冷水一起下锅,把材料中的干辣椒,及各种香料调味料全部放进去,上火开煮就是了。 我另外煮好了几个鸡蛋,包皮后放进去捅煮。 七,锅中水煮开后,转成小火,盖着盖子再煮上半个小时左右,关火,浸泡入味后再食用。 八,豆腐皮炉好之后,把棉线手拆掉,切片装盘即可。 将就一点的话,可以再加点其他调料拌一下,跟凉拌菜似的,也好吃。 无肉不欢的老公,竟然独自吃了个金光,我也是很服气,啰嗦几句。 一,豆腐皮的营养价值,豆腐皮高蛋白,营养亦被人体吸收,而且易消化,老人常食可延年易瘦,儿童常食可提高免疫力。 人人皆一食用,平时在食用时,有人不喜欢他的豆腥器,其实很简单,用开水焯,烫下就能很好地去掉其豆腥器。 二,这样卤好的豆腐皮,有的地方称为素鸡。 顾名思义,就是素的鸡肉的意思,可见其口感与营养都不错,无论卤好直接切剪吃,还是凉拌一下都非常美味,我有时做汤面时也会切点放进去。 以增加蛋白的摄入,你那里豆腐皮叫什么?欢迎留下座标与大家一起分享。